各位好,我是安宝年 上回说到唐建元先生从香港去到台湾读大学 这是1967年 去上大学呢,大多数的男生啊,行李比较简单 两个行李箱,一个铺盖卷 那唐先生呢,行李倒不见得多 但是他带了24箱的书 所以到了海关这工作人员都有点奇怪 说你这是不是毕业了,带着这么多书回家 唐先生说我是去台湾读大学 那你还没上大学就带这么多书啊 对,我喜欢研究古术 到了台湾示范大学中文系报道 办好了入学手续 安顿下来之后就想找古琴老师 找来找去呢 先找到了一位谈古琴的梁老师 他也能够谈一点古琴 那个年代跟现在类似 古琴老师相对多一几 唐先生也喜欢古琴啊 本来小的时候都学过 所以就跟梁老师先学了几个月的古琴 后来问老师说 我想学古琴 您知道哪有老师吗 梁老师说 我介绍你去找吴松翰老师 他来台湾不久啊 刚来了几个月 就被台湾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请去当古琴教授 于是就先打电话给吴松翰老师 约好了拜访时间 当了吴家一见面呢 这个吴老师啊 六十多岁的年纪 上中等身材 看上去就很严肃 问唐先生说 你学过什么乐器 唐先生一看 这墙上挂着两张古琴 旁边还有二胡古琴 萧等等乐器 那是因为有时候有雅籍 给别人准备的 他就拿下来一个二胡 拉了一段 又弹了古琴 吴老师一看 不错啊 整曲都能流利的弹下来 挺好挺好 你安排好时间 然后来跟我学吧 这是1968年四五月 这时候就快期末考试了 比较忙 那考试之后呢 七八月的暑假 按照规定 有两个月的军训 到了十月份啊 比较有空了 杭先生就去找吴老师 终于可以开始学古琴了 兴冲冲的来到吴家呢 敲了半天门 没人开门 惊动了旁边一个邻居的老太太 说你找谁啊 杭先生说 我找吴老师学古琴呢 老太太说 他进医院了 原来这个吴老师中风了 已经住进了台北的农民医院 光荣的农 人民的民 很大的医院 在台北市的郊外 还挺远 唐先生赶紧坐公交车过去 问到了哪间病房 见吴老师躺在床上 师母王毅慈在旁边照顾 还有几个学生 吴老师一看 啊 剑员你来了 他是左半身中风 这手都抬不起来 更别说弹琴 那时候他自己也很伤心 唐先生呢 就三两天跑一趟医院 给老师聊天 给老师按摩锁手 其实这个中风之后呢 按摩是没有用 因为中风是脑子里的问题 不是手的问题 但是按摩呢 起码可以让肌肉不会萎缩 让这个关节保持活力 吴老师看他 克尽弟子之责 对老师这么热忱 那也挺感动 过了三个月 吴老师出院 回家继续康复治疗 那么他是国立一专的古琴教授啊 学校里的教学不能够一直耽搁 另外还有一些校外的学生 也要学古琴 吴老师就让他的太太 王毅慈替他教学 原来这个王师母 跟吴老师谈得一样好 以前两个人经常合奏的 谈的节拍都一样的准确 唐先生就正式的开始 学探古琴了 师母教琴的时候呢 吴老师很负责任 在旁边执导 又过了大半年 吴老师的手啊 慢慢的就恢复了一些 这左手能够慢一点 做简单的执法了 他就亲自教 唐先生学琴非常努力 也学得很快 在这个期间 唐先生还结了婚 新娘是同学校的学姐 赖永杰 唐先生大一 赖永杰大四 但是这学姐就觉得 唐先生学问好 与众不同 赖永杰也跟吴宗汉王一词学起 唐先生学了 没安排十四个曲子 赖女士 也学了四个曲 吴老师对唐先生是赞誉有加 说建元学的这些曲 都能够熟练传神 并且表达出曲子的情感内涵 他未来的艺术造译 是不可限量的 有一次师徒聊天 唐先生就说起 以前 有道理 我弹琴四五十年 我倒没有想过编这样的书 饶先生这个想法 饶先生这个想法很好 唐先生说我准备毕业之后就动手编书 吴老师说你何必等毕业呢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呀 于是唐先生和新婚夫人赖永杰 这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就开始了编书的大工程 首先要搜集古琴的谱书 跟老师借 跟身边的人借 有些不认识的人呢 被唐先生特有的热忱感动了 把自己珍藏的古琴谱借去 给唐先生翻印 这里面呢 就找到一部神奇秘谱 咱们学古琴的人大都知道 这个神奇秘谱是明朝初年皇家变的 在历史上很重要 那么唐先生找到两个版本 都是在明朝的中后期翻印的 一个是嘉靖年间 一个是万历年间 嘉靖的就是早一点的这个版本 印刷不清楚 有的地方连续半行字都看不清 万历的比较好 但是也有很多细小的地方 不清楚 那么以前买到神奇秘谱的人 就会很苦恼 因为这个琴谱 跟文章是不一样的 文章你说 如果这上面缺两个字 您能够根据上下文猜个大概 可是这个琴谱是符号 中间少了两个符号 不像文章那么好猜 唐先生就拿这个 比较清楚的版本做基础 跟另外一个对照 运气好的时候 这上面模糊的 在那上面正好是清晰的 但是往往两个版本都不清楚 这怎么办 就要去找别的版本 因为同一个曲子 它会在好几种古琴的琴谱里面 都有出现 所以就找来另外的十几部 明朝清朝的琴谱 一起来核对 这个工作量可就大了 原稿有的字呢 一会儿粘在一起 一团黑 唐先生就拿毛笔 沾白色的眼亮画 使得这个笔画得显露出来 把上面的黑色的脏点 也全都去掉 有的字呢 相反 还是笔画太细 断开了 那就用墨水把它描清楚 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终于把这一部琴谱 修得是又正确又清楚 那么唐先生也在图书馆里面 找古代琴谱的资料 就找到了一部很珍贵的古书 叫做太古遗音 这个书呢 是宋朝人编的 然后明朝人手抄了一遍 这里面有很多的图画是彩色的 画的是什么呢 画的是弹琴的手势图 每个手势旁边有配图 配文字来说明这个手势 比如说轮指 登登登三声 旁边配的图呢 就画了个螃蟹 说你这三个手指 依次地弹出去 就像螃蟹走路 它那八条腿挨个翻动的那个样子 那么有的图 是说明了动作的要力 有的图呢 是写这个手势 你造出来是什么 情境 这三十多组 古片 这创作的人 必定是非常有想象力 和感受能力的人 那画的也挺好 到了现在的 我们知道 这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一部 彩色的琴谱 其他的琴谱 都是黑白的 这部书 从宋朝出现之后 后来的好多琴谱 要么是翻印它 要么是在这个基础上 调整内容 所以太古音是他们的源头 那唐先生就找到图书馆的负责人说 我在编一部古琴的书 能否把这书借取翻印 负责人问 请问你是做什么的 说我就是个大学生 那怎么能行呢 这是孤本 全世界就仅存 唯有这一套了 意思是借去 你给弄丢了 你损坏了 怎么办 最后好说歹说 负责人允许唐先生 在图书馆里面抄写 但是不能带走 这已经非常开心了 之后 每天唐先生就骑着自行车 唐太太坐在后座 一路听着古琴的录音词带 来到图书馆 管理员呢 把他们带到一个阅览室里面 他们在里面抄写 管理员在外面把门锁上 真正的开始抄写工作了 发现这事啊 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首先说抄写 要带很多文具 比如说各种型号的毛笔 墨盒墨汁 洗笔的水 白颜料 剪刀 刀片 浆糊 池子 等等等等 光这些文具 差不多有40种 另外还要带雨衣 各种塑料袋 防止稿子被淋湿 这么多东西 就要中两个大袋子 后来还是管理员照顾他们 获利 允许把这些文具 放在阅览室里面 不用每天带来带去 到中午吃饭时间 这管理员就打开门 他们可以出来吃饭 图书馆附近 很少有饭店 仅有的这几个 还非常脏 唐太太爱干净 是绝对不吃的 而且他们两个人 太穷了 连快餐也吃不及 所以他们就带两个面包 图书馆外面有个池塘 他们在中午呢 就坐在池塘旁边的 长椅上吃面包 唐先生后来说 可怀的唐太太不知道在这吃了多少个面包 有时候水都没得喝 午餐时间之后 图书馆开门 继续关进去抄写 两个人有分工 唐先生描那个图画的部分 唐太太呢 抄写文字 就这么天天去抄写 登着一个不知道什么年代的破子型车 非常费力 横过马路的时候 好几次差点被汽车撞到 因为这车实在是太难骑了 天冷的时候呢 登车会登出一身大汗 天热的时候更是汗如雨下 就这么抄写了大半年 终于抄完了整部太古遗音 和另外一部叫龙湖琴谱 同样是世界上仅存一部 可是他们两个人的近视呢 这度数都加深了 这是搜集琴谱过程中的一点点小故事 后来书编成了 饶宗怡先生写序言说 我去台湾跟唐建元见面 在他的住处啊 除了古琴和书稿以外 什么都没有 他们夫妻俩天天去图书馆抄写 忍饥挨饿的变书 到了这种程度 中午没有饭菜吃 只能够吃面包 下一回我们继续聊 秦府这部书的艰苦推生 谢谢各位 欢迎您转发 也欢迎您来深圳的秦府交流做客 您可以加我的微信 13570870157 再次感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